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这意味着老了的话 那自己恐怕早已老去 因为每一次同学聚会 局面大致如此 上学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被挖掘出来 知道的不知道的都知道了 然而聚会前后那几天是怎么过的 好像都忘了 因为注意力都在聚会当中 不知什么因素一种时尚正在快速的扩张 那就是同学聚会 儿子与同伴们十来岁以上有聚会 母亲七十多了 一回老家 最盼的也是老同学聚会 而我也经历过 昨天晚上刚刚和高中同学喝完大酒 今天上午十点 小学同学已经在家门口守候 中午喝之前还要趁清醒提醒自己 晚上还有初中同学的聚会 万万不可被酒冲昏了头脑 可酒杯一端 誓言烟消云散 一个班级是否可以常常聚会 一来要看上学时期 班级的气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 二来要有几个热心张罗的人 用他们的辛苦与热情 点燃那些半推半就 欲走还流的同学 第三 还需要组织者拥有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的智慧 总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聚会的理由 大学入学二十年 我们组织聚会 起名 至少还有你 用意十分明显 不管怎样事事无常 不管路途顺还是不顺 不管眼泪多于笑容又或者相反 值得欣慰的是 至少还有你 在聚会前 我们收集了每个同学提供的校内旧照 稍加编辑 制作成一个大大的专辑 在聚会的开场 我们几十个中年男女 重新汇集在校园内原来的教室里 老师们也都请了回来 一开始就是老照片播放 二十年的岁月不要说有时认不出别人 估计连自己都难以辨认 在一片《这是谁?这是我妈》的弃嘴巴舌中 慢慢地开始老泪长流 师生都如此 这时看着有人带来的孩子 依然快乐地在课中间游戏 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错觉 这是过去还是现在 二十年时光真的消失了吗? 在同学的聚会中常常有笑话 比如一位男同学对一位女同学敬酒 真诚地接着酒精说道 上学时我一直暗恋你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满座哄堂大笑 男同学只好干杯为敬 同学们的惯常语世没变没变 大家互相陪着慢慢变老 自然觉得彼此没变 但隔一会儿走出校园 看着校园里年轻的师弟师妹们 正和自己当初上学时年龄一样 大家才哑然失笑 没变没变 纯属自欺欺人 有聚会就离不开音乐 一次我们将过去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舞曲 编辑成两张CD 长达两个半小时 聚会中的舞会正是在这过去的旋律中行进的 而在这熟悉的旋律中 大家似乎得以安慰 不觉年华落去 聚会固然好 然而副作用就是聚会之后重新回到现实中难 并且岁数越大越是如此 甚至让你产生幻想 人世间为什么不能一直上学到永远 正是在这样的失落中 一天一天 艰难地从纯真校园岁月 再回到现实的混乱世界里 而同样难的是从干干净净的同学友情中 再回到人心格度皮的竞争 或拥有距离的环境中 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正因此才有了同学聚会的价值 也才使同学聚会日益时尚 并大踏步向产业方向发展吧 对于我们同学聚会已经像是一个信仰 而且有趣的是 分开之后 反而似乎比大学校园里还亲 还互相牵挂 聚会多了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在岁月的催化下 我们的友情已经变成亲情 每一次聚会 都使得亲情的成分进一步发酵 也因同学在那里 聚会在那里 平日里一些日子才不会那么难耐 起码都知道 不必担心岁月匆匆 过去的一切都会模糊 没关系 想不起来的 同学替我们记住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哪怕未来不再让人期待 至少我们还共同 拥有一个温暖的过去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 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守候宜聆听 如果想听到 我和泥巴的更多节目 也可以关注到 我们的另一个微信公众号 聚听 相聚的聚 听见的听 就可以搜索到我们 那应由依然在 美丽的中原城市郑州 祝您好梦 晚安 多少年 没有再见面 心里难免 很想念 曾经 熟悉的笑脸 如今已变了容颜 回到曾 待过的笑愿 想起了 当初的誓言 起得有空常见面 聊聊我们的从前 老同学 呀老同学 我们好久没见面 你现在过得太快乐吗 你还记不记得我 老同学 让老同学 岁月偷走所有青涩 回忆了断 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无悔的一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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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